大家晚上好 我是中医主治医师何医生 关注何医生健康不报科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裂纹蛇的问题 因为之前有一些粉丝 跟何医生提到一个裂纹蛇 那么何医生临床当中 也经常见到这种裂纹蛇的这种患者 以前何医生的同学当中 也有一个同学 他天生就是这种裂纹蛇的 一伸出舌头出来 里面很多很多的裂纹 看起来都挺恐怖的 但是这一部分人群 看起来挺恐怖 天生就是这样子 但是他这种就是不用特别担心的 这种天生就是这种裂纹蛇的 他跟这个基因有一定的关系 他平时可能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舒服 这是其中一个 那么病理性的裂纹蛇 临床上非常常见 也有的学者对这个裂纹蛇 有专门的研究 他对这个裂纹蛇 2000多例的裂纹蛇患者当中 进行统计 发现最常见的一个病因 就是弹尸体质 跟弹尸有关系 那么占到了26.09% 这个比例就比较高了 那其次呢就是火热造的患者 这一部分人群也有26% 第三个排第三位的就是阴虚的情况 阴虚的情况 占21% 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这个占比最高的 弹尸体制的这一部分人群的裂纹蛇 那么这一部分人群的裂纹蛇呢有什么特点呢 蛇呢是胆 胖大 胖大 舌体比较胖大 舌淡 嫩 胎白 看起来呢 舌胎比较润 舌体里面呢 它有可以见到一些裂纹手 就好像小小的河流 山川 这种类型的这种 这种裂纹 那它全身有什么症状呢 就是跟弹尸有很大的关系了 那弹尸有什么症状 那么就主要最根本的 就是出现这种胀闷 包括就是头发胀 胸口发闷 然后呢肚子胀 大便比较绵腻 这些都是弹尸的常见的症状 那它的舌胎刚刚讲的 就是出现这种胎白 偏厚的 偏厚 有些时候还会比较腻 这种就是弹尸 体质的常见的一些症状 那弹尸型的这种裂纹手呢 何医生推荐大家一个食疗方 这个食疗方就两个药 好 大家记一下 茯苓15克 白树15克 可以把这两个药呢 加水两碗 包它20分钟 包着一碗 然后呢这一碗水呢 可以就当茶 这样子喝 这两个药呢 有很好的治疗 这种去世的作用 然后呢 它去世的时候 同时呢 还治疗它的根本 因为它的根本 在于皮须 因为弹尸 是它的根源 在于皮须生出来的 我们叫做皮须生丝 那么这两个药呢 通过剑皮来去世 所以针对这种弹尸型的 六纹手呢 就有很好的治疗的作用 但是这种六纹手呢 它一般情况下 是长期形成的 所以呢 对于这种弹尸型的六纹手呢 建议大家吃这个药呢 吃可能要长时间一点 至少两个星期以上 那如果吃了以后呢 六纹手没有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 那么还是建议你去找一下当地的中医 好好看一看 通过辨证论治 通过这种具体 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的开放 来去治疗 好的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关注何医生 健康不化客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先不过来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